今天做这样的花花叶子,跟上次的不同 上次做的是这种,薄一点的,这种是比较厚一点的 然后也是用同样的铁丝,我拿了11根铁丝 这个铁丝可以用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 然后这个花就是花的这个铁丝之间的距离 可以根据花的大小要求,想做大一点的距离就宽一点 想做花,花叶小一点的距离就宽一点 我这个做的想稍微花叶大一点,你看 然后在铁丝的中间位置给它定位 中间位置给它定位,这样子 然后把每一个铁丝之间做衔接 就是给它基本是这样给它拧上 我一般都拧两三四五六下这样子 五六下五六个那个小的这个劲儿 给它拧在一起,然后一个一个接上去 拧完了之后再接下一个 好,再接 好,再接 好,再接下一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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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一会 好 好,再接下一个 遍 好,再接下一个 就是 我现在的花叶已经很大了 那我就不想做太大了 那就做这么大的也可以 因为我今天的花特别大 所以叶子稍微再大一点 这些花叶的花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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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拿这个 还是这个绿颜色的大约的 先把它放在一起 把这个布放在里面 放在中间 把这个布 这荷花的布 已经放在中间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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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